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们已经把为什么绿能产业会是产业界当中的一个领头羊 然后云豹是领头羊的中间的领头羊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来一个你更熟悉的话题 大家有在看篮球的就知道 2022年国内体坛最大最重磅的一条消息 就是云豹科技请来了一个不得了的大人物 谁呢 这个来来来 现场有视觉的辅助 没错 一位身高大概接近220公分 是吗 208208 208抱歉 208208公分 但讲到他我就好奇 赵者你有跟他合照过吗 有 我带到他肩膀 最萌身高差的概念 肩膀左右 我还这么高 可不可以跟我形容一下 他大概这个人真的是 这么亲切这么nice 他人是真的很亲切 人很nice 然后也很愿意就是跟你沟通啊 互动啊 然后或是拍照啊什么的 其实他是真的都蛮有意愿的 可以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直播吧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场票很难买 而且要跟大家讲 看直播比较容易去夜市 他很喜欢 ok 所以在附近的夜市有可能会遇到他 他之前去过桃园啊 有去过饶河街啊 就是你知道我都 而且他没有办法低调 对他就是去到哪 大概就是你会看到网友 就会开始跟你讲说 他现在人在饶河街 请赶快过去 台北人就会冲过去 那第一次在夜市直播是桃园 可能真的比较远 但很多人就说 我在桃园夜市碰到他了 吃鸡屁股啊 哇我看鸡屁股最近热卖吧 不吃的人都想说来吃吃看吃吃 真的这么好吃 不小心就被代言了 过一阵子会有Hower牌的那个鸡屁股 鸡屁股这样子 Hower牌鸡屁股这个商机 没错 刚刚说多角化经营 我们是不是也来经营一下 周边商品 我觉得蛮值得的 好像不错 肯定会赚钱 也不错是不是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电力东绿能 对不对来烤 就真的其实之前 有一些人的主张就是 我们要做那个什么 碳中和音乐演唱会啊 就是他希望 往整个演唱会的过程中间 就是要做到碳中和音乐 所以大家听众在底下 踩那个发电脚踏车 其实不错哦 这是蛮好的 全场一起踩那个发电脚踏车 这蛮不错耶 他们那时候只是说什么 你不卖一次性的饮料杯 你要自己带水杯 然后如果你没有带水杯 你就是要租水杯 要租 然后可能就是要比较押金 你就会去还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说他就是 中间用的店 他是用买绿电的方式来替代 就是会有一些这些啦 我觉得这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很有趣耶 对啊 刚刚这个听起来比较可行 碳中和的商品 踩那个发电车的 踩那个脚踏车有点点 但我不得不说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能源展 的确就有一个活动是 踩脚踏车发电的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演唱会要这样子太轻了 比如说 诶我们现在根有点暗了 大家加把劲啦 大家加把劲啦 对对对 这样可能 好累哦 但现场应该还蛮嗨的 对现场应该会蛮嗨的 就要结合那个健身了 是不是 诶结合结合不错 是不是又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真的 这讲回运动 讲回运动 我们刚刚讲到Hawar其实是 2022年非常惊喜体谈的 一个精彩亮点 但是在消息出来之前 大家没有想到 台湾的职业运动 有机会能够请到 这样子一个国际等级 有时以来会大咖 这么高位阶大咖的一个球员进来 那表示其实云豹在 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哦 我们玩得很认真 我们这个体育活动 真的是他们长期以来 耕耘的一个项目 那怎么会去想到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请了一个 这么一个指标性的 icon等级的人物来担任我们的这个主将 对其实这个我们也是 其实当然我觉得大家这次 你知道就是勇敢追梦 诶这也又回到我们真采的一个重点 我刚刚上集有说我们其实要勇敢挑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你有梦最美嘛 希望相遂 对那其实主要 因为我们其实这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的职业篮球队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年 其实之前主场在中原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 篮球队的指引长也是我们公司的发言人 其实他其实当时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那天魔兽来的那当天 我们办了一个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讲了一句话 其实我也是蛮感慨 他说我们去年进场看球的人数 没有现在在场记者多 你知道这是有点令人哀伤 因为第一个当天的记者人数是真的很多 然后呢但我不是说全年累计啊单场 但其实的确因为T1联盟是全年才成立嘛 就是第一年元年收我们又是最后一支 两支才加入的队伍 所以其实在球员上的挑选啊 或什么时间上都相对的比较不足 那所以其实在第一年的经营 真的是蛮惨淡的 就是一场进去可能有没有100个观众 我都不敢说 而且这100个里面 可能有50个是云豹员工吧 我们有没有很认真的 是每一场都有去支持 那所以其实整理下来就是人很少 但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去改变这个窘境 也不要说窘境 就是你总是要做一些改变嘛 我们就在想怎么改变 那所以呢其实几个方式啊 我们其实两个其实我们都落实 只是第二个都被大家忽略了 第一个我们就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族群进来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家庭 因为我们觉得 篮球其实就运动啊 很多小朋友 其实可能是会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就说 那如果加上小孩看球 小孩不愿意来怎么办 那我们把球场打造成 有点像亲子乐园怎么样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 对我知道大家没有想看 但是呢我们这个旁边 这个球场边 其实有旋转木马跟摩天轮的 你看没有人知道吗 sweet 大家 赶快进场啊 这不是原来如此 大家都只有看魔兽 没有人在看我们的那个摩天轮跟旋转木马 然后旁边外面还有跳跳床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有这样子 这样子你看哦 我们那时候票价是100块嘛 如果你买C区最便宜100块 你进来小孩子可以去玩那个旋转木马 你在外面都不值这个价格 比儿童新乐园还便宜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你可以看一个比赛 然后再带着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第一个理念 那第二个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就是前任总经营 他最近因为一些状况 所以卸任回归付出当球员嘛 那小四那时候就说 那不如我们来找个有足够知名度的人 因为其实实在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双管并行 所以开始有了这个方式 那其实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 那我们要试试看 因为不是不知道啊 你可能真的在我们尝试之前 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情会成 也没有人想象过 但是对我来讲很简单 你不是怎么知道 所以他们就去试了 然后当然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拖了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其实最后时间是非常赶 他签了约可能两三天就来台湾了 但其实在这个签约到来台湾的 这个签下这个约之前 酝酿了很久 其实就酝酿了很久 而且我大概就是从他们说 甚至签约的前一个多月 就说要签约了 然后又一度说签约拖了 又拖了一个月 然后拖完之后说 两天就要来台湾 我说会不会有点赶 而且他们还跟我说 本来跟我说他原本是11月 可能假设10月6号 他跟我11月6号的机票来台湾 都机票都买好了 但我到6号 我说那约签了吗 还没 那我说那 然后后来到最后就说 10号还是10月10号 好刺激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其实就是你敢不敢去做 因为很多人会退缩 他会觉得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一定不会去做 但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输了 我跟你讲 你有这个念头你就输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我也是非常佩服 就是小四跟那个Johnny Johnny就是我们那个执行长 篮球队执行长 现在是兼任总经理 执行长兼任总经理 然后也是我们云豹能源的发言人 那其实我觉得他是 一向以来他就是非常勇敢直前 勇往直前 然后他真的觉得他想做的事情 他就努力去做 这也是不管你在哪个工作上 都很需要的一个精神 对 刚刚这个投入绝对是有回报的 因为其实T1联盟 整个联盟的这个知名度 都被这个操作 我就是觉得其中球队都应该要付出一些什么分润 还是什么之类的 真的 这个不只是台湾的球迷 都听到了 哇 云豹做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真的 绝对是世界级的关注度 而且我们更夸张的事情 之前直接反映在股价上 这个我也是蛮意外的 消息宣布当天 云豹能源的股价直接就涨了6% 我跟你说 连两天涨了十几%呢 对 不只6%而已 这个刚刚您讲的应该是无心插流 这真的是无心插流 我们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也不觉得就是 会有这么大的连带效 因为我们当初只是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来把这个球队经营起来 然后我们怎么样做 然后可以让台湾的人燃起他的热情 但我觉得有热情 当然就是随着就是热情的上升 当然开始反弹声量也很大 这难免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初衷 其实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支球队 能够让他热度起来 也的确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其实真的 国际媒体 现在很多NBA球员 他们的确后来看到很多新闻 有什么 什么Cousins啊 甜瓜 他们都有兴趣 兴趣要来 这是个时长 台湾可以打球 对 然后他们都会有兴趣 然后他们都会先来问我们 OK 他说那支球队是真的吗 有这支球队吗 但我们有点像是变成经纪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想要验证是不是 然后T1联盟 也真的有上到国际的这个舞台上 被人家看到 我们先不论比赛内容好不好 但我觉得就是在知名度上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做得到 那我们的股价大涨 也是真的是间接受到的影响 然后我们自己也真的没想到 但对我们来讲 因为世界好事 毕竟我们也投入这么多的人力 心力跟物力 应该的啦 从那个绿店的整合公司 变成运动整合 真的 我们一样是一条龙的服务 欢迎来找云豹 OK OK 就是你可以过来 你还有球打 都可以 顾问咨询都在里面 但其实 魔兽绝对不是云豹第一次投入 这个体育活动的这个热情的展现 其实云豹长期以来 就已经对于体育活动非常的关注 而且投注资源在里头 那包括说我们 其实上一集也有提到过 就是迷你足球 这个推广 其实云豹也耕耘了很长一段的时间 而且现在也卓然有成 现在各个县市都已经有 这个球队都已经投入在这个活动当中 那其实 绿能跟体育 他们这两个看起来好像 没有直接相关的 透过云豹的运作 我们可以发现到 中间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关联性 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 这是一个年轻人 大家应该要动起来 这是一个未来趋势的 这是一个勇敢直前的 而且这是一个 后来居上的一个局面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 我们整个企业的DNA里面 为什么有 赞助体育 这样子一个优良传统在 嗯 其实我们应该说 因为再生能源 其实本身 无不无聊 无聊吧 太阳光电 是什么 年轻人一听到就觉得 是什么 跟我有关吗 比较硬一点啊 不需要很难懂 第一个大家可能会 间接觉得很难懂 然后第二个觉得很无聊 很身影 然后第三个是大家觉得 就是地球暖化气候变迁离我很远 我顶多就是 哎不错啊 你看我就是12月还可以穿短袖 没什么不好 台风不来 对没有台风架 这是真的 我没有台风架了 但是至少我就不用什么 刮风淋雨啊 家里也不会受损啊什么的 那可能我觉得就是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会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再生人员就是全球趋势 我们也觉得是未来趋势 而且我们觉得 这个是人人都应该要重视的项目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有很多宣传的口号 随手关灯 节约用水 然后呢 其实这些东西 你不会觉得你在做 做公益 你也不是说公益 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为地球好 他当然就是有些口号 你就是 你因为你很常看到 新闻口号想说要随手关灯 但为什么关灯 因为你要节约用电 那为什么要节约用电 因为你就是会消耗地球资源 然后你再往后想 消耗地球资源 你就是有一天会用完 然后再上你的消耗的资源 其实它是靠会有很多污染产生 其实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说 我节约用电 但大家想的可能 省电费啊 我出门要拔插头啊 这比较切身相关 就切身相关 大家可能不会继续往后想 但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你日常就在做 但是你没有把它 跟再生能源连在一起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就希望能够推广再生能源 因为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观念 未来你们能够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这种Podcast 我再来上100次 也不会有人真的很 真的很关注 我刚刚上一集跟这一集 我刚刚讲这一集 可能收视率可能会高很多 类似这样 就是难免 所以就实际话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至少好 你先让人家知道 有在生能源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会有几条不同的路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去做公益 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环 那当然本业上 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推广 但是我们会觉得运动 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自己认为 就看运动跟做在生能源 是完全不会重复的 两个族群 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最爱分析 就是那个收视族群 然后会去做一些分析 我们要怎么做 对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 然后做一些什么大数据的 什么分析之类的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是类似在做同样事情 但我们没有这么高科技 我们只是一种感觉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结合绿 因为其实运动在收视的观众 其实非常的多 然后我们会觉得 我们发一篇能源新闻 我们自己真的做过这个调查 发一篇能源新闻 哇我们觉得我们的能源新闻 点阅率超高可能2000 我这是那个绿能 那个运动的新闻 随便有2万 我这么认真在发本业的新闻 然后其实跟那个运动 而且只是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一篇 都2万的点阅率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会觉得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所以我们在投了运动之后 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做一些结合 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运动这边 来回头认识再生能源 所以我就举例像 我们去年在地球日的时候 应该是2022年4月 那时候地球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球场关灯 我们就说我们 你不是关灯一小时吗 对对对 但你不可能真的关灯一小时吗 我们就关灯30秒 意思性的点到 我们会告诉大家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然后大家在响应环抱 然后要关灯 那我们希望在 我们在球场真的是关灯 我们真的把灯关掉 只剩下那个 只有手机的灯 要不然也太黑了这样 那我们就是还是会希望做 然后当然希望可以做一个融合 结合 那我觉得魔兽这次的事件 其实 为什么股价会涨 可能本来人家 根本不知道云豹能源 然后呢 因为魔兽来知道云豹能源之后 就觉得有机会 所以我们持续至今 我觉得交易量 都比以前大蛮多 这个效益真的是很惊人 因为其实像刚刚我们谈到 很多时候在推广 再生能源推广绿能的时候 很多时候 是要有一个性能基础在的 比如说你去沟通 就是余慧啊 就是去沟通 离岸封场等等 你跟人家沟通 人家如果不认识你 万事起头难 但是现在你去什么 诈骗吗 我们就是那个 有魔兽球队的那家公司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是真的 对马上整个就是 很多切入就变容易很多 对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是无心插流流成衣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觉得 既然今天这是第一次的尝试 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就会相信 我们这条路是对的 那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发展 所以其实像篮球之前 其实我们有做迷你足球 我们也有支持厅上榜球队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支持 就是东奥的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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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冬奥的一个 滑 冰 不是滑冰 是那个 连德安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 台湾是富克带气候 对于冬奥比较 对 对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记他 那个项目的名称运都太难了 但是anyway 他是有去参加冬奥的 我没有支持他 所以其实在 篮球不是我们第一个项目 其实已经支持了很多个 那只是在篮球这边得到了 意外的回想跟成功 那我相信有了一个 就像我们说的每件事情 你有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之后大家就是更容易的往下推进 嗯 我刚查到连德安那个是雪橇 对吗 他担任的 竞速雪橇 对是竞速雪橇 不好意思喔 外号是台湾飞鱼 对台湾飞鱼 台湾飞鱼 而且长得蛮帅 我也有跟他合照 哈哈哈 ok 对 所以 真的蛮帅 其实蛮帅 就我们也有支持 好 好 而且我其实觉得啦 就是 不管是Howard也好 或者说我们这个勇往之前的这个精神也好 云豹其实展现出来的那个感觉跟气质 就是一个 我是年轻又敢创新 是 对 而且我敢尝试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 其实某方面来说 反映出来的这个企业的这个DNA 我觉得对于很多所谓这个年轻人 尤其是现在打到这个运动族群又都是年轻人 很爱看 这个受众其实好像未来也有可能会吸收一批 这个类似的这个受众成为云豹未来的森林军 这也是有可能的嘛 我们很希望啊 因为其实 我要说啦 我在公司就是一个拉高平均年龄的年纪 你这样还拉高平均年龄 所以你们平均年龄 一开始早期发展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找 就是没有经验 大学毕业 你只要愿意做的人进来 你只要愿意进来 我们就愿意培养 然后愿意做 我们就没有 因为你要想 大家都说我一定要找什么 experience test的员工啊 但是这是一个新产业 到底哪来那么多一次 而且人家就留在上市会公司 大公司知名度高 为什么要来你这家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公司 所以其实早期我们真的是 只要你愿意进来 我们就也很愿意的来培养 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 更喜欢的是 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就反而跟人家不太一样 可塑性强 我们认为是而且是白痴 因为其实有一些 我们其实那时候会有点害怕 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 也在build out 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 我们很怕找到的是 那种很资深的员工 但他带的是 他旧游职场的一些习惯来 那他就会跟我们 会有一些摩擦跟冲突 那当然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 不见得是好事 又好有坏 但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早期 我们其实员工年龄 可能就是二十几岁 而且那时候我也比较年轻 所以我也没有到拉高这么严重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 我们的平均年龄 也是更年轻的 那所以我们很多员工 就是一路从我们公司创立 就跟着我们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 留下来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是一直都是 以任为本的一间公司 那当然到现在 因为随着企业的发展跟扩张 我们必须还是要有 足够有经验的人带领 所以才慢慢加入了 比较多有经验的人 但我们的 就算这样加入来讲 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是蛮年轻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都觉得 如果可以有人 不管是你在看到篮球队 然后有兴趣 对于在政政院产生的兴趣 你只要有意愿进来 我们其实真的都很快 那你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门槛吧 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吗 你现在是要投履历的是不是 我是帮广大 应该是说回头看一下 那个产业 看你要投的课是什么 就是投的职缺 因为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投 比较工程相关的 那你总不能说 我是学财经的 我应该要去投工程部 那可能当然就会稍微比较困难 但如果有一些基本的那里 就算你没有产业经验 我们都会觉得 只要你愿意学习 然后愿意做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会考虑 就是来把它列入考虑 我们不会因为你完全没经验 就把你删掉 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很多 就是大学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进来 然后当然有的 甚至只有工作三个月半年 其实很多这三个月半年 在很多企业里面 是根本不会去重视的 我们也是会觉得 没事你有兴趣对绿能 就来试试看 但是当然我们可能在 适应的过程中 我们会比较积极的在看 因为如果进来就发现真的不适应 或是没有办法适应 我们这个企业文化的话 那我们会比较重视企业文化发展 如果真的比较不符合 我们也是会比较快的做出一些决定 我们希望找的是 可能就像说 可能气质碰掉气场比较合的员工 应该是怎么说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描述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吧 勇敢往前的精神 我们这边其实有个特色 就是我们从来不用组织 或阶级绑助每个员工 所以像我在公司 我的办公室是不关门的 你任何人想要进来跟我讲话 你只要有勇气都可以进来 然后你都可以进来 我们是不排斥的 但重点是你敢不敢讲 你愿不愿意讲 跟你就是 我觉得愿不愿意很重要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当然都希望是说 你要勇敢愿意去面对 不管今天是主管 请你来跟我们报告 或者是你自己有意愿想要发言 因为很多人的人格特质是 每次主管去就好了 我要主管讲什么 就让他讲错 我知道他讲错 我也不会说话 然后或者是说主管 没讲到的地方 或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他就算知道 他也会选择不讲 这可能是蛮多 我觉得台湾人的生态 或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会是这样 但我们这边就是鼓励发言 然后我们没有说 你一定只能跟你的主管讲 你真的有什么事 你也可以来找我们讲 然后说我们是保留一个 比较畅通的一个沟通管道 所以也会有所谓 这个容错的空间 容错肯定要 因为你就想大家 就是都是没有经验的 容错一定要 但是我会比较在意的是 通一个点 你不要一直错 我觉得第一次觉得可以结束 第二次明明 然后到第三次 我就觉得你没有用心 就从二十几岁错到三十几岁 我想如果真的要犯错的话 三次可能是一个礼拜内 你就可以做了 没有犯错 就是我觉得容错一定要有 因为你 其实连我们都会犯错 谁规定我们的总经营 就不会犯错 总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盲点 这是我觉得 那我觉得只要针对盲点 有人点心你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边 我们都会希望是互相要讨论 因为每个人就是绝对都会有 就是我说的盲点的地方 那其实有时候透过讨论 就是可以去互相的去了解 那但重点就是不要一直错 或是人家讲话都没有去做改进 那我觉得我会比较在意这个点 听得出来就是 云茂是做能源的公司 那他也期待 在这个企业里面的人 大家都是能量满满的 就是大家都动起来 就是果然是一脉相承 就是能量要很饱满 但是刚刚我们听到有一些 这个哲学跟我们 现在人力资源市场上面 所通行的一个规则 会有一些比较落差 就是像刚刚讲的 比较敢大胆禁用 大学毕业生 比较白纸 比较没有经验的 那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企业 都会觉得说这很冒险 比如说他们对于现在这个 教育体系的不信任 认为说有一些进来的 可能经验态度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 基本能力 都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下 他们选择是 我可以用年轻的 但是我要有一定经验的 那这个部分就表示说 云茂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用人哲学跟企业文化 那想必要去符合这样的企业文化 在到职之后 比如说要有一些教育训练 要有一些企业文化的传承灌输 这个环节可能会是蛮重要的 对 那赵总这边你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透过教育训练 我觉得真的很难差异化 因为你知道你的教育训练就是公版 每个人就看你一本课本白 那有人就是可以考100分 有人就是能考60分 我觉得这有时候看一些很制式的 这个企业文化的或是灌输 我觉得其实有点难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希望尽可能 在工作环境上 打造一个比较沟通的 就是看起来是很好沟通 或是很让你有发挥空间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 我们的会议 我们从来不只跟主管开 我们其实有一些会议 就我们weekly定期的会议 我们会是希望就是参与project的人 就是从level 1到主管 全部都要进来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我们的事情都在上面讨论 那你在讨论中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care的点是什么 然后主管care的点是什么 然后他们其实可以 从中做一个学习 那态度我其实很在乎 我觉得态度不好 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你今天 我可以接受你没有经验 但我不能接受你态度不好 所以态度不好 应该会是第一优先 我们被筛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像刚刚说的容错 我觉得一定会犯错 但重点是错会不会改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这个某方面跟态度 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关系 那再来我觉得 就当然就是在就是沟通上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直接问 他问题心境的同仁 然后会说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那当然通常绝大多数都会说没有 但我们还是会问 然后我们也会请主管 他们在待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主管其实也是年轻 也不是说真的都很 就是年纪很大的 那我们都希望他们要能够 好好的去谈 然后试用起点好好做 那当然我觉得找人这件事情 我真的只能说我也是 你们也有感觉到 那个人才荒的这个威力 真的有很缺 很缺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是 一直以来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 才愿意加入我们都试试看 然后现在只要有稍微就是 有一点隐的 我们都说先进来再说 先进来再说 不好再说 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 愿意进来都要来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 真的是不用不知道 但有时候摆错位置 其实用的也会有问题 因为其实或许他很适合A部门 但你把他摆在B 表现得很差 但如果他其实态度够好 我们其实或者是他整体的状况 我们可能会让他去A部门试试看 我真的有碰过 就是调了个部门之后 哇表现真的是变超好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 我们也要检讨 是不是我们放错位置 不适合他的个性 或是他的personality 或者是有时候他来面试 然后讲完之后 我说一个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这件事 我们就帮他问他有什么意愿 那如果他也OK的话 我们就让他去 我认为比较合适他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有没有愿意做观察 跟花时间 其实我觉得看书啊 看那些什么企业文化 我觉得真的有点困难 但是随着我们每一个活动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 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 福利蛮好的啦 你看像我们光那个饮料柜 摆满10种以上的饮料 从垃圾饮料到健康的饮料 到就是你知道 可乐汽水 有时候还会摆酒 然后喝喝喝什么的 我们全部都是员工自己去 这就要问一下员工了 是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然后零食就是零食柜 对随时可以去拿 然后零食柜 然后就是补满的零食 那这些我都会觉得就是 我们会希望打造一个 很舒服的环境给员工 然后让他们就是真的可以享受 但你当然享受过程中 要付出啦 对那我们就是 有时候在那边碰到人 就聊两句啊 因为去大家拿饮料 总是不会拿饮料就走嘛 就是附近 里面就在休息区 大家就聊一下 然后或者是就是你看我们 每个月都会有什么庆生会啊 然后行进员工啊 都必须要来讲话啊 什么的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一些 比较软性的相处 让大家感受到 这是我们的氛围 然后我们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融入 但我会觉得 有些人就是天生个性的关系 他比较害羞 比较避俗 没事你不要影响到你的工作 不要影响到别人 我们也不会说 你一定要来跟我讲话 或是你一定要跟别的同仁聊天 我们也不会强制 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的个性影响到你的工作 那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需要一个一个好好观察 慢慢观察这样 听得出来 企业文化在云豹当中 我们不是用灌输的 是用感染的 我觉得是 对 因为感染的 其实它才真正是达到一个情谊默化 然后真的变成一个DNA 去中到你这个员工的一个心里面 让你真的变成一个云豹人 对 就像现在大家最热衷讨论就是 今年员工旅游要去哪里啊 要去哪里呢 解封了 可以出国了 当然啊 我们现在就在讨论出国 而且我们原本 因为已经三年没出国了嘛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那五天私业 我们就说去年其实做得很好 然后我们今年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上看九天 就是放五天假 你刚是不是也要投 那个我的履历一起啊 哈哈哈 放五天假上看九天 而且补助金额完全往上拉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free的去玩 但是九天我们就说 还是要想一下哪里啊 然后我们就是 现在大家就很热衷在讨论这个话题 到底觉得哪里在九天或是八天很适合 然后又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 有目前比较就是 比较多人支持的方案吗 我看过以我们的现在的价格 可能就是我们大概也是抓个七八万的预算 然后全部公司付 然后这个预算 然后加上九天的价 其实最适合的地方呢 是纽西兰或澳洲 因为你去日本就是 花不完那个钱 因为日本 确实 那钱花不完这个困扰 如果你去滑雪加住 那种什么新野度假村 可能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一月了 雪姬三月就过了 可能也来不及 所以我就说真的要去的话 我觉得澳洲现在是OK 欧洲九天有点短 我觉得土耳其也可以 有土耳其也是其中一个项目之一 懂完 对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也是我们 我跟他们推荐还有克罗埃西亚 但可是目前克罗埃西亚 看起来都要十天 但我说没事 就是我们人那么多 我们自己成一团 应该可以拍个八天吧 我们目前是这样说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会让大家就是有一番讨论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很期待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 就会觉得 我这个终于 这么辛苦的一年 是有收获的 然后我可以去 这都很值得炫耀 也不能说炫耀 就是我觉得会让 你愿意在外面 跟你的朋友谈起工作 就代表这公司很成功 然后你会愿意做 那也包括我们今年尾牙 我们也是开始说 我们去年做得很好 那我们今年尾牙 是不是要请艺人来表演等等 类似这种就是 会希望可以让员工 有不一样的感觉 感受到公司有成长 会不会尾牙就是那个 绿店的炎炮龟 哈哈哈哈 就是刚刚这样 趁台下踩腳踏车 我们一下子我会点紧张 哈哈哈 我们只想到了请艺人 没有想到 对 然后踩最多像那个 就拿红包 可以可以 不错 记得要把它排入 我们的游戏之一 哈哈哈 听得出来就是 云豹 其实刚刚讲到 我们在人才荒的这个时代 能够让每一个企业员工 自己就成为一个招募大使 而且他成为招募大使 他不是透过一个样板系 他是透过自己自发性的 去对这个企业感到认同 感到光荣 不管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是一个绿能产业 是改善地球的 是帮台湾的产业去带头往前冲的 又或者是透过这个非常好的员工福利 非常open的一个企业文化 让员工对于公司产生认同感 那你自然而然 你这个人 散出去每一个员工 你就会成为这间企业的一个招募大使 对 我们是真的很希望这个方向做 当然但中间还是需要靠 一一大家的协助 我们也是很需要透过这些平台 找到优秀的人 对 我来看一下这个 去年12月的那个一个 好像也是能源的增产现场 对 看起来人也是蛮多的 是是是 但我不知道是 跟旁边这位 2米08的壮汉有关吗 有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 对 因为我们有让电报旅游去现场 然后希望可以增加一些人气 然后比较多人来 或许大家也比较容易找到人 OK 所以一般员工平常看得到吗 呃 欸 有一个新无按摩售来我们公司啊 然后他也来公司走了一圈 跟大家合照 所以其实能安排我们都会安排 可是 这 只用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 秉立现在的那个表情 眉飞色舞的程度 应该是看到这一张的关系 我想 有点我们之前能源展电报女 每天都会来 OK 我们就是11月那时候 10月有能源展 对 然后所以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说 几点会有活动 然后如果 而且我们会希望公司同人 都一定要来展场走一遭 你要来看看 就是公司的一些就是展览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负责参展的人 但我们都鼓励员工都要来 然后大家就会挑 那个电报女来的时间来 哈哈 早上都没有人要来 对 下午的时候就看到员工 什么都出现了 因为大家就是想说 可以来看一下表演啊 而且其实你就是可以合照啊 而且应该说之前 因为电报女办公室 我们是在附近 所以他们也会 常常有时候来到办公室 就欸 还有机会也是 合个照这样子 这样合影这样 都在附近 都在附近 好欢乐的一个办公气氛的感觉啊 不错不错 但我们就相对来讲 因为我们速度很快嘛 所以其实我相信 我们的员工也是承受了 蛮大的压力 因为其实在于就是 很多事情你要决策的很快 然后就是速度tempo也是很快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期待是work and life balance 但是有时候 就真的很困难啦 但我们又期待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人力缺口 或真的loading太重 一定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会去安排 那我们也希望其他的福利 可以让你就是 在心中上的位阶上是好的 那当然其他就是靠薪水 我相信我们应该是 整体发的不错 大家应该都会很满意的 今年 好的 好 虽然时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做 可能用一题来结尾好了 对 凯月是不是有一些关于 这个赵总个人的问题 好 想来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听得出来 就是在云豹的企业文化上 有很多很鲜明的特征 包括整间公司非常年轻 整间公司里面的沟通气氛非常畅通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会反映到企业外部的 包括说我们在经营自己的本业的时候 善用沟通这个优势 可以去把我们绿能很多事情拓展得更好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不简单 那因为它讲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有很多妹妹嘎嘎的地方要去克服 特别是赵总经理您自己过去的背景 其实是一个财快的背景 但是我们不管讲到刚刚所有的事情 能源的部分牵涉到大量的一个理工背景知识 这个是很科技面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很沟通面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处理一些利害人关系 这个部分 那它其实又是很行销面的 那您从一张财快背景去跨足这些不同领域 然后从一个CFO变成一个CEO 那您自己在领导哲学上 跟对于这个角色的转换上 您是怎么去调试的 我觉得你在哪个位置上 就要做好在这个位置上该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是CFO的时候 我就是顾好我的数字嘛 那我就是顾好所有的财报啊这些 当然我就是做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一样回归到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 你愿不愿意做 敢不敢去做 有没有努力往前做 那当然今天我知道要接这个CEO 这个位置的时候 势必要做一些调整 以前我可能对业务 没这么有兴趣 因为应该说不能说没兴趣 而是我就工作上不会用到 但你现况就必须 那我以前可能就是 不用知道这么多的细节 可能不用来参加上这个节目 但是我现在就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事前准备事后努力 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做 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 那其实我们都有很强大的后盾 你看像我们有很强大的公关团队 还帮我们准备一些 就是可能提醒我们该注意的事 有有有有 刚刚看到公关的努力 然后其实就是大家都其实互相帮助 但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意愿去做这个学习 那我觉得你敢不敢挑战 那当然有些东西真的不是说你愿意做就一定做得到 但我觉得就是你要怎么样结场不断 或者是你要应恶扬善也是必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做 那当然有些人的特质或许不适合担任这个position 的确是有可能的 但我觉得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跟角色 你能做到的事情这才是重点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也回归到就是我们 管理阶层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要怎么样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能够发挥他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这也相信会是所有管理阶层最大 比如说老板最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对我来讲我就是鼓励大家 所以我都会以自己来当成是同任的标杆 我就说你看我也是一步一步这样上来 实在话我也不是大舞动 我就是一个专业经验从一个被聘的一个财务长 然后一路这样爬上 我就说我做得到你们都做得到 所以你们要相信你们可以 你们要往前 那以前你可能不用想到的事情 你现在要多想一点 然后你现在要怎么样 然后你要去更完善的去想整件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互相提点是蛮重要 那我觉得当然也是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对啊 但是有这个财快的基础 再去刚刚讲的 我们在不同领域上面去做调试做转换 应该就是目前能够去把 现在这个角色扮演好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是 因为其实不外乎 其实你看股东投资人 其实他们看的就是数字嘛 那如果你要好好能够跟他们解释 其实也是数字 你在股东会报告 其实看来看去 他最后总的就是看数字经营嘛 你说我开了很多业务但都赔钱 那你开这么多业务 好像人家觉得你不如不开 都赔钱 所以我觉得最终大家回归到 都还是在看数字企业经营嘛 那企业经营数字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在这个专业下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 因为就像在世内缘很难懂 但其实透过我去讲的话 其实有时候他们会比较容易 我会可以知道说 我们都是这种财块背景的听不懂 你知道工程部出去讲话 真的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但是你跟他听完之后 你可以转化成你的语言 让人家听得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样子我可以站在投资人 或者站在股东 或者是站在业者的角度去跟他沟通 我觉得其实是事半功倍啦 这个沟通的职能真的很重要 但是刚刚您讲到角色这件事情 我会想到另外一个很 算是也是目前趋势上的一个角色转换 就是目前女力崛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是 性别平权在各个领域都非常的一个热门 那其实刚刚您也讲了 就是哇工程师的语言 有的时候特别的硬 那这个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他们受的这个训练 理工男 理工职男 他们有时候讲话就是会比较 一板一眼 那当然在这个能源产业 绝对少不了跟大量理工男 打交道的一个经验 可是您以一个女性的角度 做到这样高阶经理人 您怎么去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职场文化当中 去用女性的这个温柔力量去把能源产业做一个更有弹性的一个转化 其实在这点我是有点汗颜 因为你知道我们公司会沟通的人太多了 你看我们那个我们发言人多会讲话 很多事情其实他在前面 但我觉得女生当然还是有他自己的优势 就变成是说你可以跟人家谈性 人家觉得不会有距离 你知道一个男老板跑去跟你谈性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怕 觉得不知道干嘛来跟我谈性 因为你知道女生跟女生沟通 或女生跟男生沟通 我觉得其实在某方面来讲 人家会觉得 因为你就等我去像妈妈一直嘶嘶念 嘶嘶念 他就会听进去 但男生去讲话 你就觉得爸爸要来冒我了 虽然我们的男生都很温柔 虽然男性我们的男性都还是偏温柔 但是就是总是会觉得好像就差这么一点不想去说 所以其实应该说整体上我觉得女生的优势 当然拒绝沟通 或是有时候你管的会比较细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合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大家都说女生情绪化 所以有时候你发了脾气骂了人 但他们很容易会原谅你 哦还有这一个favor 因为他就觉得他们可能就觉得反正女生就这样嘛 可能刚好这个月可能刚好那今天 情绪不好不会计较 但如果是男主管骂 我觉得大家是会往心里去的 我觉得大家心中会记得 但女生好像就比较容易 虽然这不是一个优点 对但是我觉得这某方面 我自己觉得反而是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公司是扮黑脸 会骂人都是我在骂 看不出来 我很凶 在公司黑脸都是我 黑脸都是我 所以我每次骂完之后 他就是我 我们同事来跟我说 我觉得你最神奇的一点 我说是什么 他说我最佩服你一点 我说哪有听听是什么 他说你把他骂的跟 什么一样 他们还是这么爱你 我说谢谢 这是一个优点吗 这个就有点像你刚讲的妈妈感 对 妈妈有年纪感 没有 姐姐 姐姐会这样骂人吗 对 所以我就说好 我后来就是把这个转换成一个 你看我要自己转换正面的 不要说我很会骂人 而是正面型 那就是虽然我们情绪化 但是可能对于大众 对于女生 有时候有一些情绪上 是比较能够容忍的 那我觉得在透过这个情绪上 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自己可能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大家会改善 然后因为你永远都是好好好讲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那个感受 所以但是透过这样子来讲 我觉得就是女生就是肯刚柔 毕竟你要凶的时候可以凶 好好讲话的时候 谈心的时候可以叹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在于公司内部的一个经营跟领导 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 嗯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已经了解到 为什么羽毛科技可以当作是我们现在新兴的能源产业中间领头羊 而在我们这一集 哇我们听到了更多来自于公司内部的一些有趣的小事 很多很open的一个企业文化 还有张总的脾气 哈哈哈 谢谢你今天没有骂我们 对 今天今天是走那个温柔路线的 今天不是黑脸 对我们就对于羽毛科技 云豹能源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那相信对于 不管是对于能源产业 或是对于能 云豹科技 有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 都能够 有更多的启发 而且 不要只是听 赶快画出你的行动 刚刚很多行动都可以做对不对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可能 在招募上 可以来查试看看自己的机会 对我们可以补一下 记得大家加入我们的官方IG 哈哈哈 可能也会有一些职缺讯息在上面 好我们会放在说明栏的这个链接 1111 也会有 请大家注意 没错 请密切留意哦 密切留意我们的IG 1111 这些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真彩讯息 是的刚好 而且我们在播出这个时候 就是年后的转职场 太棒了 太棒太棒了 有很多这个好的人才 都会跑到这个市场上 欢迎欢迎 嗯好 那就希望大家来赶快把自己 充饱能量 在我们的能源产业 好好的有一番作为 今天我们的科技岛的Podcast 就到这边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